嗨,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Horace 今天的主題是為什麼銅晶片的電子產品它的價格會差距這麼大 那這個問題主要是在主機板與顯示卡上面 而兩者可以討論的面向也不相同 首先是主機板的部分,我原本想直接說蓋板跟地板 但因為考量到要翻譯英文字幕 再加上有些人可能會不懂這種科技相關的術語 所以以下我就會用高階版本跟低階版本來取代 簡短的來說,廠商會用第一個英文字母來分類 Intel的高階是Z,中階是V,入門是H 而AND的高階是X,中階是V,入門是A 主要插在那個主機板上面的晶片會跟擴充性能有關 有些甚至跟超頻還有記憶體的設定有關係 進而會影響到整體性能的運作 如果你有主電腦的經驗,你就會發現 同樣的晶片的價格時常會天差地遠 中階晶片的V版最貴的竟然會比高階的Z版最便宜的還貴了不少 甚至差了快兩倍 那究竟要怎樣選主機板呢? 簡單的來說一分錢一分貨 不知道自己的需求,那可以多花錢就多花一點 因為這其實是價值觀的問題,如果你不確定自己要什麼 那你就沒辦法定義CP值 再怎麼便宜的牛肉,如果你不喜歡吃牛也沒有意義 我之前幫繪圖人員配過電腦 我曾經做過一個相當極端的案例 那講下去可能會被出聲退訂閱 當然已經很多人退了沒關係 那就是AND的5600裝在最入門的A520主機板上 這張主機板入門到連一個供電模組的散熱片都沒有 為什麼呢?因為我自己也是一個繪圖從業人員 我知道這個軟體的CPU在這個使用環境下根本就用不到100%的使用率 但它卻相當吃單核心的執行性能 所以我在預算有限下幫它選了5600 那散熱跟主機板就能省則省 因為我非常確定這台電腦它不會去跑眩藍 所以我才這樣做 另一方面高階主機板會在電供跟散熱上面花了不少功夫 你看最高階主機板那滿滿的元件跟散熱片你就知道 如果你的電腦不會在這樣子長時間高溫高壓的環境下運作 那我認為這樣子只是滿足個人滿足感而已 不過賺錢也是為了滿足感啦 所以有時候也只是參考 那顯示卡就不大一樣了 因為顯示卡基本上主要是跑遊戲 所以在遊戲中的負載往往都是100%吃滿的 跟CPU它會因為軟體有些單核有些多核不大一樣 而低階高階的版本其實它主要就是體現在散熱的部分 進而影響到噪音 如果今天是高階的散熱器它就可以用更低的轉速來讓顯示卡正常運作 那最後我其實之前做過不少機殼的影片 那講了空氣流通這件事情很多次 你如果今天裝了一個爛機殼 那你選擇散熱再好的顯示卡 那也還是會過熱的 所以我才這麼喜歡做機殼的影片 因為這牽扯到整台電腦的散熱運作模式 那以上是這一期關於晶片 為什麼一樣的晶片會讓主機板還有顯示卡的價格差這麼多的原因 希望會有幫助到各位 那有什麼問題也歡迎各位在下面討論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